厦门是全国乃至全球新型显示产业的重要集聚区域 以天马显示科技为龙头的厦门显示产业 近年来持续从产品更新 技术升级和模式创新 引领着行业发展 今天的新潮澎湃看福建 我们一起来看厦门如何通过一块屏 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高效协同 最终练出千亿产业集群新动能 走进手机卖场 不少消费者在这里选购新机 这几年折叠屏手机兴起 它能够兼顾小巧便携与大屏体验 成为不少人的首选 不单单屏幕大 现在这种三折的 我觉得是对于手机的这种应用场景跟想象力 又打破了又更多 在手机行业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吧 挺新药的 因为没用过 一直好奇它是怎么折的 使用过 折痕有点接受不了 还有太重了 放口袋特别特别重 折痕会不会明显 折叠后会不会影响屏幕的清晰度呢 消费者对折叠屏手机感到新奇的同时 也有着这样的担忧 而这也是厦门新型显示企业 一直在探索和解决的方向 我现在呢就在天马的折叠实验室 那每一批次折叠屏的样品呢 都要送来这里进行折叠实验 一个折叠屏呢 需要经过至少20万次的折叠 也就是机器连续运转6天不停歇 才能达到出厂的要求 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呢 有的折叠屏甚至要在低温高温等 不同温度条件下 再进行十几20万次的折叠实验 一个折叠屏 怎样才能承受几十万次的折叠呢 我们来到天马生产柔性显示屏的车间 寻找答案 走进国内单体最大 全球最先进的柔性AMOLED工厂 依托智能化生产设备 这里平均每9秒就能产出一块折叠屏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折叠屏最核心的底层工序 就是在玻璃机板上 涂上一层PI柔性膜 有了这层膜 显示屏幕才可以像纸一样随意弯折 这层柔性膜的话 就是我们做柔性AMOLED最核心的衬底 我们所有的屏幕的折叠弯曲 全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像素 电路像素 发光像素 全是集成在这张柔性膜上面的 有了这层PI柔性膜还不够 折叠屏相对于刚性纸板屏来说 最大的难点之一还在于 它弯折后的起皱问题 这就需要企业对薄膜的硬力特性 弯折的可靠性等关键参数 进行技术公关 弯折做了多少是很考验 这个折叠屏的能力的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核心 所以我们要测试薄膜的这种厚度均性 以及我们的弯折硬力 以及我们承载到器件上面 这层薄膜它的水汽的扩散程度等等 这些参数测定都是在我们材料选取 材料图部以及验证中要充分去考虑的 要减少折叠屏的折痕 把屏幕做得更薄也尤为重要 天马不断进行技术迭代升级 将折叠屏偏光片的厚度 由之前的106微米 降低到目前的47微米 同时还进行材料开发 将传统的密度为 每立方厘米7.8克的 SUS不锈钢材料 替换为密度为 每立方厘米1.7克的碳纤维板 显著减轻了屏幕的重量 而要做到这些 就不能仅依靠单家企业自身的努力了 它需要面板生产商和上游供应商的 双向奔赴 一方面我们要把自身的 我们的产品技术质量要做好 同时的话 我们也很需要我们的伙伴来帮助我们 我们需要我们跟我们的这些 上游的伙伴一起 我们去开发更新的技术 同时的话 我们还需要他们给我们这种成本的支持 针对折叠屏的起咒和轻薄化问题 天马的上游供应商 厦门本土生产偏光片的企业 祥福星也在加大技术创新研发 偏光片是屏幕显示影子颜色字体的关键性配件 主要作用是吸收和反射光解决显示图像错乱的问题 一方面 祥福星不断优化偏光片和显示贴合面之间粘接层的结构 减少折叠屏起咒的问题 另一方面 企业也结合自然设备优势 开拓出能够达到薄化技术的材料进行替换 使产品轻量化 祥福星的话 自从进入了天马的核心配套链条之后 取得较好的一个供应机会 跟市场的一个验证机会 我们能够给天马补足到我们一个是供应链 从偏光片产品的一个创新性的话 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方案可能性 是一个双向的加长的一个作用 得益于与天马的合作不断加深 祥福星对天马偏光片的供应量不断增长 企业也从租厂房改为自建厂房 新厂房就位于天马8.6代生产线项目的东侧 预计可年产1500万平方米偏光片 产值将是现有厂房的5倍以上 建成之后的话 我们的整个设备投入 我们年产值大概超过15个亿 能够更好地去配套到我们的 像天马这样的面板的这样的一个厂家 然后我们就近地进行一个技术交流 就近地进行一个本地化的一个供应的话 也能够进一步地降低我们供应的一个成本 通过上下游协同 天马不仅以技术创新带动产业链结构优化 更是带来了超过50家优质企业 如今厦门集聚了天马 电气箱子 陈宏 友达 冠结显示等一批行业翘楚 从零星企业到汇聚成练 厦门在平板显示赛道大显身手 目前我是平板显示产业 从最初仅有中端制造 逐步拓展到显示模组 液晶屏 再到玻璃机板 偏光片等生产 大力推动新型显示技术发展 在祥安建设的平板显示配套产业园 未来一块屏幕近一半的零部件 可以在园区内配齐 我们的产业聚焦到这个地方 对我们当地的这个 它也会形成一个急剧效应 这样的话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同时的话通过我们企业之间的合作 甚至通过我们这种企业和高效 和一些科研院所的合作 我们还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合作开发 这样的话从各维度吧 就是我们一起共同来推动 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 厦门市的显示产业联系十年 产值持续突破千亿 很多新材料 新的技术 再从这边呢 要更多要积极全球的一些资源 来做一些产业店的协同 让我们这个产业群群呢 做得更强更大 形成新型显示的高质量发展的新浪海 本台记者报道